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很高興大家能來直播間 直播 看直播 然後 你這種形式跟大家見面的習慣嗎 以這種形式跟大家見面 有一點正式 要再隨意點就好了 嗯 嗯 發專輯嗎 嗯 我自己還沒見過我的專輯長什麼樣 但很開心就是 能夠和大家一起 和大家一起幹嘛呢 我剛睡醒啊 就 發了專輯啊 我屬於那種 寫完歌我就覺得自己任務完成了 至於 發完之後吧 就是大家聽了開心就好了 先介紹一下 這張專輯都長冊 哪些曲風和哪些 就是你比較喜歡的 第四張專輯 其實我這樣專輯 嗯 曲風還蠻 嗯 有 挺多不同的風格的 然後 嗯 裡面有 但基本上圍繞的 圍繞的主題都是 嗯 都是 都是 比較 偏大愛的主題 然後 嗯 比如說 鬥牛啊 然後也有 神術和降臨 然後 好想愛這個世界啊 就是 嗯 都是 比較偏大愛主題的 然後 想一些人和 人和這個世界的關係 也可以說是 我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 嗯 嗯 嗯 好 對 專輯錄製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了什麼 有意義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專輯錄製 專輯錄製 錄製的時候就很認真的在錄製歌曲 然後 主要是寫歌的時候吧 對 寫歌的時候就是 嗯 想一想啊 嗯 寫歌的時候比如說有一首歌是 叫 與火星的孩子對話 嗯 這首歌的創作過程很好玩 就是 是我和歌迷一起 共同創作的 就是 會邀歌迷一起來 嗯 一個 我們 我們聚在一個地方 然後 一起聊天 然後 嗯 然後 就把 大家聊天的內容 最後整理 整理起來 然後 變成歌詞 這樣 然後 來專門為這個 聊天內容來寫了一首歌 啊 我就覺得 這個歌還蠻有愛的 所以 等於是一起來創作的一首歌 然後 嗯 還有什麼歌比較有意思 神術的時候也很好玩吧 神術也不算好玩 神術當時我記得我寫的時候是在 我在家裡面 然後 嗯 就是我對著 我站在那個窗 窗戶邊上 然後 看著 就是樓下 很多的 樓 都 都 都在我眼前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你知道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住在大城市裡面 就會覺得 哎 天氣也不是很好 有時候 就是霧霾很嚴重啊這樣 然後 或者是 嗯 空氣沒有那麼的 好的時候 就會 嗯 就會覺得 嗯 就很希望就是說 會不會有那種 會不會有那種 大自然可以 可以 可以 就是 是不是應該要 大家更 愛護這個自然 然後我就想 嗯 就想想 就想想 所有的樓房 如果 都倒塌了 會是什麼樣 就是 然後就 就在想 我眼前 我眼前一切的樓房 都在倒塌 然後長了一棵大樹 這個樹 這個樹 的樹根 就那個樹 非常非常大 然後 樹根就把樓房都 給 弄塌了 這樣 然後 就會 就是 其實是做了一個比喻吧 就是說 嗯 如果我們不好好愛惜這個世界的話 地球可能會 用一個自己的方式來去保護自己 然後 所以我就用一棵大樹 來作為一個 比喻 就是說 我們地球 會長一棵種子 然後這個種子會長出一棵很大的大樹 可能會 逼著 就是 逼著我們 就是 就是 要 就是 就是 把所有的綠化都給 還原回來 就是這樣 對 請大家聊聊 就是你在去愛爾蘭拍一口 成本片的時候有什麼感想嗎 愛爾蘭的宣傳片 愛爾蘭的宣傳片 就 嗯 就 就 我記得那天好像風還挺大的 然後還下著雨 然後會覺得 欸 還 站在那個懸崖邊上 斷崖邊上 然後 眼前是大海 就覺得 欸 當天好像還蠻 蠻厲害的 就是 但是 就覺得 哇 就是 好像 有一點點小危險的感覺 因為那個風很大 它把那個海水 吹到 就是那個水沿著那個懸崖 海水都沖到懸崖頂上了 就是 站到頂上已經能感覺到海水沖上來了 還 還蠻震撼的 然後 結果過了一會兒 太陽出來之後 雨停了 然後 然後那一刻真的很美 就覺得 哇 就是 就很 讓人有一種 敬畏大自然的感覺 對 嗯 我們可以聊一下 鬥牛的MV嗎 鬥牛的MV 嗯 鬥牛其實 因為其實寫鬥牛的時候 我自己已經有所有的 所有的畫面 就是 每一段在寫什麼 然後其實我都有 都有畫面感非常的 清晰 對 然後他在講什麼故事 也都非常清晰 所以一開始跟田自然去聊 這個詞的時候 也是 講的都 已經 很清楚了 然後那其實拍MV 就更加的容易一些 因為 嗯 就跟導演聊 我所有的地方 在講什麼畫面 然後他講什麼故事 然後每個地方 他 每一段他都是 的內容是什麼樣的 關於這個鬥牛是和這個牛的 是到底是在鬥牛的過程 還是 到了哪裡 是 一方勝利 這樣的 然後呢到了什麼地方 是 我們在講 要如何的去 敬畏生命的這個過程 其實 其實還挺順利的 這個MV拍的也很快 從決定要拍 到最後拍攝 到最後拍攝 時間 出來那個MV的稿 都很快 對 噢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拆一下這個 新專輯的盒子 新專輯的盒子 這是你的專輯 這是我的專輯啊 對 哇 我還第一次見 哇 這都是嗎 對對對 這麼多 第一 你現在手裡拿了透的盒子 這樣 怎麼還有照片啊 這照片就是我們那個第一批 限量七萬張的那個 用品 哦 哇 但後面會做成拍立格 這不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嗎 對 可以介紹一下 那張紅衣服的是 之前鬥牛的 紅衣服是我 當時拍鬥牛的時候 我自己拍的一張照片 自拍的 對 這個是 我忘記我什麼時候拍的 反正也是我自己拍的 但我專輯 我專輯 先來拆一個後的 或者是ISB版 我新豪華深藏USB版 USB版 嗯 這個是個 兩樣的 還不是USB版 這不是最後的 什麼 對對對 哦 有一張我的照片 明信片 哦 這是明信片 哦 還 還 還可以 哈哈 這個是海報吧 嗯 對 我家裡都沒有一張我自己的專輯 從第一張到現在 好像也買不到吧 是不是 嗯 這是一個海報啊 嗯 還 還 還可以 還有什麼 這是本子 歌詞本 歌詞本 哦 現在歌詞本都做這樣了 哇 我看我自己的照片感覺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而且還是自己翻自己的照片 哎 真的 它都有歌詞啊 設計的還蠻有意思的 哦 每一個歌曲還有它自己的一個配圖 我還是第一次見 嗯 你跟電話展示一下 你跟電話展示一下 還 還可以 哦 新世界 拍大海 滿酷的 你哪張最帥啊 哪張最帥啊 嗯 都還可以 嗯 嗯 自己誇自己也怪怪的 嗯 嗯 就還可以吧 嗯 歌詞本 還有一個歌詞本 還有一個歌詞本 對 我 這麼多歌嗎 哦 這是什麼歌啊 尋 還有尋 哦 對 無聊人 哦 對 這是B面對不對 嗯 齊天 吃山二五零 韓鴨少年 拍得還可以 哇 這個是 哇 這個是 哇 哇 這是USB啊 對 對 嗯 我要 怎麼玩它 八 八 哦 哦 USB現在長的都是這樣的啦 就是樣品 哦 哦 所以這個不是 也很好看了 還可以當項鍊啊 而且還滿緊的 是還滿方便的 出了門就可以拿下來 自己插上 哈哈 所以 哈哈 哈哈 但這樣開車就很危險了 哈哈 又頭髮了 又頭髮了 但這個設計還滿 滿有感覺的 我很喜歡的顏色 而且火星啊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 我們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個版的 那個 像是CD版的 USB版的 哦 我們還有CD版 哇 這個是什麼 拿的這個是 第二批 7到17萬張 會獲贈的 與火星的孩子的對話 MV 手稿寫真 哦 這是我自己寫的字 我知道的 但我的字真的 嗯 就 就有點 大家看得開心就好 我長這麼大 好像 還沒有見過 有誰的字比我寫的還難看 我盡力了 這個字我寫的 這是專輯 這是CD版 你 我今年專輯還蠻豐富的 請來 主 策的手心 你要轉心 知道嗎 知道 昨天小的那個 對了 對了 这个是歌词 其实跟刚刚那个其实还蛮像的歌词本 然后这是两本歌词的 就基本上和刚刚那个USB是一样的 很好看 这个是CD对不对 但现在CD还没有放进去 我还以为我会是第一个拿到这个CD的人呢 然后USB也是一个样品 也就是说现在那谁会是第一个拿到这个CD的人 不知道 会是你 会是我吗 好吗 我到现在都没有一张我的专辑 算了 为人民服务 我们下一个环节是来翻牌回答粉丝的提问 然后这件事情 你可以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们的提问 收集的粉丝提问 这个是你们的提问 收集的粉丝提问 可以先念 然后一边回答 小黑河真心话 小黑河真心话 这个叫 安桂林 哦 哦不是 他说 欧恩智林 哥呀 最近想你了 你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你愿意分享的日常吗 我已经两个半月没有回过家了 所以我最近也都不在家 上一次在家的时候还是疫情期间 然后我就在家一直就是不出门这样 然后每天也就做饭洗碗打扫卫生 然后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有时候打打游戏 对我一直在打一个电动游戏还蛮好玩的 然后打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打通关 准备接下来休息的时候就玩游戏 可以吧 然后我还干嘛呢 有时候晚上会自己在小酌一杯这样 然后就睡觉了 对 好 小黑和真心话 at 就是他的 嗯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风人怨他其实讲的东西是比较有点 很怪蛋的感觉 然后 嗯 而且他是有一些 可能会让人搞不太懂的状态 而且我觉得 嗯 妈妈这个词 其实是很多人在 因为一个 嗯 就是 嗯 崩溃边缘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到的第一个人 对 然后 嗯 嗯 所以 我就用了这个词 对 小黑和真心话 at 滑清水暖 我问 问 四专中哪首歌是大哥你觉得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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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中 最费时间和心力的 嗯 四专的歌 最费时间跟精力的 那应该是斗牛啦 因为斗牛这个歌 算是我写的歌里面 比较久的一首歌 因为这首歌 写了一个月 对 然后 这一个月呢就是 我可能写完一段 然后 就 就写不下去了 我记得我当时先写了一个主歌 哇 楼下有猫在打架 我听到了 然后 然后 倒牛就是 嗯 就是 就是这样 你们要不要去劝架啊 还蛮厉害的 嗯 就是 我刚才讲 痘牛就是 嗯 就是 嗯 我先写了一段主歌 然后 主歌写完之后 我就 后面 怎么都写不出副歌来 总觉得副歌写出来 都有点 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旋律 就是我想表达的主题 但是旋律就是 跟不上我大脑里最理想的样子 所以 然后 我就写着写着掉进了一个死循环里面 然后我就会休息几天 比如说休息两三天这样 然后让自己忘记了我之前的旋律 然后我再来写 又写 然后就这样来来回回 所以不断地否定自己 不断地去 然后 去 找我想要的旋律 这样 所以这个歌创作时间蛮长的 对 为了把主题表达清晰 然后还有一首是 七重人格吧 也算写得比较久了 我记得好像写了 八个小时 还是七个小时 对 就是 也是 嗯 我记得那时候我写完的时候 呃 我写完之后 我就想 因为我开始把一个riff给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就想叫 叫我的好兄弟佐力过来 来我家里面 然后让他来帮我 把那个riff弹一下 看看是用吉他弹什么感觉 然后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去 写这个歌 其实那一天 我们写了 就基本上 这七八个小时 其实是没有停下来过的 就一直在 在 在去 呃 在去 在去 写这个歌 然后 去研究他的 那个 呃 就整理他 段落分配吧 其实 然后 呃 后来佐力就 其实很 很累了 就是 他又饿又累 然后我就总跟他说 嗯 我们写完再吃吧 写完再吃 后来写到了 嗯 写完之后大概凌晨 两 两点吧 两点多吧 然后 我就请他出去吃了个饭 写完那一刻还蛮开心的 对 OK 火星9号宇航员 想问华晨宇 蜡烛对你来说是一首很重要的歌 为什么会愿意分享在四砖里面呢 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嗯 嗯 寓意 其实 嗯 没有那么复杂了 我觉得就是蜡烛 这个歌就是想给大家一个 就是 嗯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都已经拿出来分享了 那我就 嗯 就之前已经在演唱会上分享过 那就 嗯 把这个Demo 相当于就是 当一个 小小的一个 彩蛋给大家吧 对 但没有那么复杂 嗯 现在他们都在让你喝水 为什么让我喝水 因为我一直在咳 对不对 是因为我 刚睡醒 睡得我眼睛都双眼皮了 哈哈 他们也有在算 是否今天做了扇皮 没有 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事 我从昨天开始就这样了 昨天 起来工作 我前天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样 但是昨天一起来就 就 不知道为什么另一只眼睛就睡成了双眼皮 然后也注意到今天还是双眼皮 真神奇 然后我两只眼睛都双了 脾气怪怪的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还是喜欢一单一双 这个是 嗯 但是现在变得很对称了 但是现在变得很对称了 对不对 怪怪的 所以说 为了 为什么选择为斗牛拍MV呢 能说点关于MV的一些细节吗 这个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MV的细节 為什麼選擇他來拍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我專輯裡有很多歌曲 我覺得他都不太適合拍MV 比如說 比如說《好想愛這個世界》 比如說《七重人格》 或者是《風人院》 尤其是《七重人格》 是我覺得 其實當時我寫完《七重人格》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讓我覺得這個歌太適合拍MV了 因為它有很多種可能性 然後 但我就覺得那個歌 的話就相利 所以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去 很很很很認真的去講過《七重人格》到底在講什麼 是因為我覺得 那個歌是 每一個人聽這個歌都會 有他自己的理解 他會自己理解為 《七重人格》到底是講的是七種人格呢 還是在講七個不同的狀態 其實就像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自己寫的到底是七件什麼事情 但是我就覺得每一個人聽有每個人的畫面 所以就不希望用一支MV來限制住大家的想像力這樣 那《鬥牛》其實是我覺得 這個歌的主題已經就是 它就是我非常直觀地想傳達的主題 然後並且它的歌詞裡面的內容 都是很直白地在去講一個故事 就是可能會是那種 就是可能 可能會是那種就是 大家 聽到這首歌所理解的方向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往著一條線上去走的 這種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拍MV這樣 對 像有問 《鬥狗》是不是有說的 《鬥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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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在王牌上 王牌上 王牌上開玩笑了 就是 嗯 《鬥雞》 還行 寫個鬥雞眼吧 嗯 《愛的迎來渴望的自由》 《玩優》 大哥你最近有看新的動漫嗎 能給大家 火 能給大家火 分 推薦一下嗎 這是個北方人啊 能給大家火推薦一下嗎 嗯 我最近看的動漫我想一下 我 我看了好幾個動漫 嗯 嗯 我有看一個 啊 黑色四葉草 剛剛看完 然後 又看了一個 嗯 什麼 嗯 那個人 是幹嘛來著 他 嗯 一個 一個推理的一個 勾 勾股 推理 勾股推理 一個女生 反正就是各種推理 推理那些 妖怪的故事 對 就是像有點像個偵探一樣 就是那種 就是一本正經的去 說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對 就是 一本正經的 亂說話那種 還滿有意思的 反正是一個 邏輯的動漫吧 然後 我現在又 我現在又 我現在再重新看 家庭教師 對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已經看過這個 但是我現在 有點忘記它的劇情 因為已經過了 十幾年了吧 然後我想再重新看一次 所以我最近在看 家教 對 他們說是虛構推理 蛤 不是勾股推理 哦那是勾股定理 對 虛構推理 對就是虛構推理 對就是那個女生 就是那個小女孩 在那裡 推理那些幫妖怪 去推理 推理事情 對 還滿厲害的 一隻眼 一隻腿 啊 我先看 嗯 是花花的草草 雨 這次專輯是我人生第一次中獎 而且中了三個號 我超超超激動的 大哥你有中過獎嗎 給我們分享一下中獎的心情 是那個抽獎 是不是 啊 我是 我是當天 提前 提前了一個小時 是吧 不到一個小時 好像在開獎之前的不到一個小時 我 十分鐘 十分鐘 在開獎前十分鐘抽了一次 然後 過了十分鐘之後 一開獎 我 我失敗了 嗯 我沒有抽到我的專輯 但 嗯 嗯 對 算了 反正我自己所有專輯我都沒有 我也習慣了 沒關係 嗯 然後沒有中獎的心情就是 嗯 就是 嗯 嗯 嗯 你只抽了一個馬 其他就是四個 對 我只抽了一個馬 因為我想 平實力抽嘛 就抽一個馬 好像說分享是可以四個馬是嗎 對 我也沒什麼好分享的 我就自己一個人抽了 平實力 也平實力沒中 想問花花對以後的音樂風格有什麼想要嘗試的 會考慮情歌嗎 嗯 嗯 嗯 這個很難說啊 因為 因為我以前寫歌 有時候積累靈感的時候 是 是會 出國 然後 去 呃 去 去 呃 在國外然後 會 有一些 不一樣的感受吧 就是 呃 比如說在國外會看到很多的風景 然後 那些風景都還蠻 蠻厲害的 就是 大風大浪 大海大山的 大天空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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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厲害的 然後 所以寫出來的東西 可能第三段專輯寫的就比較大 就是因為你看世界 然後你的 視角就會寫的 就是 你的視角變小 世界反而越來越大 然後 就會 就寫出來的東西就會 呃 比較偏大愛 大愛這樣 然後 那 那我 其實 呃 因為今年這個 全世界都 都 都在面臨這個 疫情的 原因 可能也沒有辦法 出去 對 所以就 嗯 在家裡面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 那 我覺得生活 就是 也可以給自己帶來靈感 不一定要旅行 比如說 嗯 比如說在家裡面 呃 做飯啊 然後 打掃衛生啊 就是 雖然這些事情還蠻小的 但是 嗯 可能會寫出一些 比較 小 小一點點的歌曲 這樣 那也會 也會是靈感 就是這個 很難說 對 就是 碰運氣吧 靈感嘛 啊 想寫的時候 總是會有 靈感會出現 對 一火星的乖乖 歪 歪 大哥 新歌 地關 會創作新歌嗎 會研究廚藝嗎 還有剪頭髮 啊 啊 創作新歌 嗯 創作新歌的話就看運氣啊 就是 想寫了就會寫 這個東西是 很 很 很難說是說自己 可以 決定要寫 就去寫 而是 靈感來了才寫 然後 研究廚藝的話 是 一定會去研究廚藝的 我一定要研究廚藝 我要 我要練 我要 我要學很多 很厲害的 吃的 對 風衣 足食 自己動手 剪頭髮的話 剪頭髮也可以剪 我通常是屬於那種 很懶的剪頭髮 就是 就是 我從小就這樣 就是剪頭髮是一件 對我來說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 我就喜歡那種一次性 踢到特別短 然後再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半年 不用再理髮了 就可以 至少一年也不用理髮了吧 就可以讓它留得很長 這樣 然後 所以如果我要休息的話 有可能會直接踢個光頭 這樣 對 就是 這樣的話我也可以 不用再剪頭髮 很方便 睡覺的時候也很舒服 好 昨天夢到你了 夢見王牌收關後 你加入了一個新的綜藝節目 那接下來你的行程有什麼計畫嗎 今天演唱會還能實現嗎 嗯 我接下來 零零散散的一些活 然後做完之後我就 我就可以休息了這樣 演唱會 演唱會的話 這個 可能 目前了解的 就是還不知道啊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開啊 就是 畢竟還是要為大家的安全著想 就是 這個 這個還是安全第一位 所以 還是等到 這個 完完全全的 百分百的安全的時候 才能開演唱會 對 這樣大家也可以 在 也可以沒有壓力的去 一起玩 這樣還蠻好的 對 好 大哥 我不想問問題 你的火星人馬上要結婚了 可以求個祝福嗎 新娘 新郎 新娘 都是火星人 因你而結合 因你而幸福 哇 恭喜你啊 滑小花 HV 恭喜你啊 新婚快樂 嗯 希望你們 就是 可以 嗯 很幸福 然後 嗯 合家歡樂 然後 嗯 白頭偕老 然後 嗯 就是 感情 一定要很好啊 就是 嗯 早生貴子 然後 嗯 嗯 有時間來聽 演唱會 就是 嗯 嗯 嗯 我的 詞彙量也沒那麼多 就是 祝你們幸福 你們幸福 大哥的整個四磚裡面最精巧的構思是哪一點呢 最精巧的構思啊 四磚 最精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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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構思 我 我每一個 細節 都是我精巧的構思 讓我想出一個最來 很難啊 好 嗯 大哥 吃播啥時候安排一下 吃播啊 嗯 我也不知道 我 嗯 有儲播嗎 做飯播 哈哈 吃播 也 也 我看 聽安排吧 嗯 我也不知道 想知道大哥在愛爾蘭拍攝有遇到什麼好玩的事情嗎 或者有吃到什麼好吃的東西嗎 艾爾蘭拍攝好玩的事情 呃 就是有遇到很多的 呃 很多的 很多的 大風大浪 對 還蠻好玩的 然後 嗯 就是 暴風雨啊 這樣 就是 蠻有意思的 就是 對 蠻挑戰的 然後 然後 吃好吃的東西 吃 喝到好吃 啊有欸 就是 艾爾蘭有一個他很有名的一個那個酒 然後還蠻好喝的 然後 就 就 有去跟當地的人一起 就是 嗯 跟他們一起 就是 嗯 喝喝酒 聊聊天這樣 就是還蠻快樂的 好像是他們艾爾蘭人本來自己就 都還過得還蠻 那個詞叫愜意的 對 所以就還蠻舒服 喜歡這種感覺 簡簡單單的 想問大哥你作為四專的總監製 在專輯製作和設計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好玩的經歷可以跟我們分享啊 嗯 好玩 好玩 我 具體上我想我其實一時之間很難去想像到 是因為我們 就怎麼講 就我每次做專輯的時候其實還蠻認真的 就是 認真的去寫每一首歌 然後也很清晰自己 所以 這首歌 要怎麼去編曲 然後 最後怎麼製作 然後包括和聲一切 歌詞 就是 其實 嗯 我覺得我和我的整個音樂團隊 就是 包括我的 製作人鄭楠 然後包括 為這張專輯填詞的 呃 培育啊 呃 呂一秋啊 他們都 嗯 都是 嗯 我覺得我們都配合得很默契 而且我們都是在很認真的地去做這件事情 一時之間要想好玩的一些 呃 不想想了 太麻煩了 廚藝和新專輯哪個更難一些 站在愛爾蘭的懸崖上是一種怎樣的開闊 心情好嗎 廚藝跟專輯哪個更難一些啊 當然是廚藝難啊 廚藝真的好難啊 就是 我覺得做飯太難了 怎麼會有做飯這種東西啊 就是 不就是熟了就能吃了嗎 還要弄各種調味料 我光看那個教程 一些做飯的教程 哇 光配那個調料就要花好長時間來調啊 調那個味道 尤其是中餐 太難了 光一個什麼辣椒油 就要調半天 哦 要煮什麼 從早上就要 從頭一天晚上就要開始去 去煮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料啊什麼的 還有炒 炒料 太難了 真的好難 嗯 我還是做麵包吧 太最簡單 糊了不行啊 就是 啊對 最重要的是火控制不好 還會糊 這個是真的 太難了 我覺得做飯好難 艾爾蘭的懸崖上是一種 心情好嗎 我在懸崖上心情很好啊 就是因為 呃 我到了懸崖的時候 它太陽出來了 然後就是那種 雨過天晴 然後太陽從中 從雲層中間 打開的感覺 然後就很很 很 就是 很開闊 然後就會覺得哇 很震撼那個畫面 對 想肉肉的問一句 四專裡面別的歌 都不打算出MV了嗎 呃 不出了吧 我覺得不出了 這些 還有的歌 我覺得它更適合聽一些 對 認真聽 認真 在自己的腦海裡面 產生自己想要的畫面 這樣 大哥 嗯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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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歡自己哪個造型和髮型 今年還會有長髮嗎 呃 二零 二零 你最喜歡自己哪個造型和髮型啊 二零二零 不是才 還沒到一半嗎 嗯 髮型啊 嗯 長 長髮吧 對 長頭髮吧 還可以 但是長頭髮很難打理 又有點懶 休假的話就可以剪了 今年還會有長髮嗎 現在頭髮其實還蠻長的 對 真誠發問 寫論文寫到頭炸 難受 估計就像你寫不出歌來的時候 非要讓自己寫一首歌時來的感受 這時你建議議題做些什麼 啊 寫到頭炸 寫到頭都炸的話就不要再寫了 這樣很辛苦啊 硬逼出來的論文應該不會是一個 只會是一個很敷衍的論文吧 你當然應該是要去積累自己啊 就是 嗯 寫不出來就積累了 積累到自己能寫出來為止 我覺得做一件事情 既然要認真去做它 那就要去 讓自己很有把握和很自信的去做 都 自己都不自信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先放一放 讓自己的心情平復一下 可以去看一點別的東西 比如說看看書啊 或者是看看一些 嗯 就是轉化自己思維方式的東西 然後再來去研究 反正我自己是這樣 我寫歌如果寫不出來了 覺得到了一個死循環裡面的話 我就會去讓自己做別的事情了 甚至是一天兩天三天這樣去做 就不要去鑽研這首歌了 因為 可能你這樣的話容易跳不出來 我是這樣認為的 當然 如果你有自己有好的方法的話 也可以 這是我自己的 嗯 自己的方式 從沒中過獎 但是卻 是七萬之子的我想問 疫情過去以後 演唱會會不會有新歌 新專輯的哪首歌 有比較細節的地方 沒被大家發現的 可以說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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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會上面有沒有新歌 演唱會還沒開呢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開也就不知道會不會有新歌 然後 嗯 細節啊 哦 細節啊 神術降臨吧 神術和降臨這兩首歌其實是 可能我錄節目的時候 因為也沒有說的太清楚 神術跟降臨 可能大家都以為神術是要放在先聽 然後降臨放在後聽 那其實是 這兩首歌其實應該正確聽法應該是循環聽 就是 就是要先聽完神術再聽降臨 聽完降臨再聽神術 它是會有不一樣的感受的 也可以大概的講一下 其實有點像 這兩首歌有點像一個 嗯 怎麼講 有點像一個 有點像那個太極的那張圖一樣 對 就是 嗯 就比如說神術 它可能大家在聽的時候會覺得 誒是不是 還蠻 有一點點壓抑 因為它在講的是 呃 有點像末日的感覺 然後 但是 但其實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感覺裡面其實是在 最後結尾是在讓人去 充滿著希望的 然後 也就是有點像 像那個 像那個太極的那個圖裡面的那個黑色的部分 但是裡面畫了一點點一個小白的點一樣 就一點點 然後降臨呢 又是大家聽起來會覺得 哇好像這個歌是萬物重生一樣 就是很乾淨 然後很很很聖潔的一首歌 但其實它 降臨這首歌裡面 有一小部分 其實是在講的就是說 雖然萬物重生 但是 就是 同樣也會有一些 嗯 就是 本身 一點點不太好的東西 也會跟著一起 重生 所以它就很像太極的另一半 就是那個 雖然它是 那一半是一大片白色 但是它那個白色中間 有一點點小的黑色 一個小圈圈 就很像這個關係 但是 也就是說 意思就是大概講 就是說 降臨就是 雖然世界 會 終究會 重新 變得很美好 但是美好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 仍然不愛惜世界的話 它還是會變得像神樹一樣 的結果 但是 就是它一直在不斷的去 來來回回的 來來回回的轉圈 這樣 對 好 最後一個 想問問大哥 今後會考慮出 純 純音的曲子嗎 感覺大哥的有些歌 就很適合純音了 其實 純音有 嗯 我有 我有寫過純音的曲子 但至於 嗯 我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把它發出來吧 其實 其實有寫過 我寫過 還蠻多的 OK 我結束了 對不對 拜拜